亚运与球,樊晨、雅思杰夺冠,双塔无缘决赛,国与三金收关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羽毛球比赛,又产生一枚金牌,中国队拿到混双冠军,在决赛里郑思维、黄亚雄,完全压制住中国香港的邓俊文谢盈学,他们直落两局获胜夺冠,郑思维黄亚雄和邓俊文谢盈学此前在世界与联赛事交手过五次, 郑思维黄亚雄四胜一副占优,今年两队组合有过三次交锋,郑思维黄亚雄两次一二比零获胜,落败的那一次是马来西亚大师在一比二西败,郑思维开赛后就频频主动进攻,中国组合在速度上明显压制了对手,他们很快以九比四,十一比五领先,间歇回到场上后郑思维黄亚雄攻势不减,他们连得五分扩大领先, 邓俊文谢盈学虽尝试追分,但郑思维黄亚雄牢牢保持领先,他们以二十一比八先下一成,第二局香港组合的表现好了很多,可郑思维黄亚雄在速度上依旧占优,黄亚雄也很好地控制着往前,他们以十一比七领先四分进入间歇,回到场上双方比分又被拉开,郑思维黄亚雄保持领先, 一二十比十五拿到赛点,首个赛点中国组合就把握住了,黄亚雄凭抽打了对手措手不及,二十一比十五,郑思维黄亚雄在下一成,一二比零获胜夺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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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